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佳玉老师啊 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太阳做命的好格局 可是如果我的太阳星不是在命宫 是在别的宫位呢 那有没有其他的好格局 可以帮助我 让我的人生有获得一些好处 或者是有为人提心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就好棒棒呢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 太阳不是坐在命宫上面的其他的一些好的格局 好的那有哪些好格局啊 好我今天呢为大家挑选了两个格局 一个叫做太阳会文昌于官路 皇殿守般之贵 感觉很味 下面的注解是 假如太阳会文昌于官路 逢吉耀富贵必坐宰相 什么是吉耀 吉耀呢就是吉星 左右奎越 这个意思是说呢 太阳跟文昌最好同工 那会呢勉强算可以 太阳要在官路宫内 逢到吉耀左右奎越 必坐宰相 感觉还不错对不对 可是现在没有宰相也怎么办 大公司呢也是像一个王国一样 如果有一个人呢 他的官路工作 望位太阳 太阳星呢在官路宫上 基本上这个人不但重视 工作上的规则 又会照顾人 加了文昌星之后呢 这个人在工作上呢 更加有他的规则跟计划 那这样特质的人呢 在本命官路宫上呢 做吉星左右奎越 表示这个人在工作上的愿意 帮助别人 因此呢也可以得到别人给他的帮助 有这样特质的人呢 在工作上很早就可以展露头角 受到重视 尤其呢是要在大公司大机构内 有一句叫做黄殿首班 那黄殿呢就像一个国家一个帝王一样 他在那个高级的殿堂里面 然后站在最前面 离那个主导的人是最接近的 没错 所以呢要在大公司大机构内 就像黄殿班一样有阶层的概念 所以这是不是也衍生出了 就是那个太阳化气为贵 那当他要成为这个高贵的人 之前 他就需要先让自己在一个 可以自定规则的高度跟角度 然后再加上一点 用自己的调理跟方法 然后他就可以获得还不错的成就 在小公司内没有这样阶级主承的关系 自然呢没有这个黄殿的这个概念 因为这种小企业啊 大部分都是校长减攻减 是啊 有一个人要减费来贵 对啊 所以他要在大公司大机构内 嗯 哦原来 对啊 那这样的人在公司内呢 是不是他又愿意帮助人 那做事情又有规律 负起领导的责任跟工作上的责任 他是很容易就会被主管看到 这样听起来觉得 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主管 对啊 所以他就是很容易在公司内有升官的机会 所以这样子的人呢 在大公司内呢 他就很容易往上爬 那爬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职位 尤其呢是在大老板下面的一个职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哎呀 我的太阳跟文章做隔壁 是啊 我也没有会在一起 好可惜哦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别的格局吗 既然这个我错不到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希望 另外一个呢是 日月病名九重于窑殿 日月病名的人呢 很适合去辅佐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好人才 那他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那他下面的注解是说呢 如安命丑公日在四月在有来朝照为病名 心已生人合格如饼生人生贵丁生人主妇 如世煞空节既平常 又是一句听不懂的天语 他的意思是说呢 官路公坐太阳 那财博公坐太阴 这样的人呢不贪财 那不贪财的原因是呢 他的对公是天同心 对于财务的运用上面 他不是一个会爱计较 对 爱跟你赚得一情二楚等等 那他在工作上呢 又可以领导大家 那所以这样的人呢 是不是很适合当辅佐老板的最佳人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表示说这个人其实是天良做命 对 这个人天良做命 他很博学 又愿意帮助人 那此格局的人呢 搭配心仪年生的人呢 状况还不错 因为他的露存心是在财福线上 那丙生人生贵 丙年生的人呢 太阳加了一颗露存心 所以在工作上面给大家的照顾会更多 对 那丁生人主妇 丁年生的人呢 他的财博功画露 如四煞空结 即平常 如果加上空结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作用 加上四煞的话呢 会让这个原本很好的辅佐人才呢 在工作上可能比较容易冲动或者是纠结 反而降低了他这样的能力跟气息 化剂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会变成好像本来觉得很好 但是后来就变成没有这样的好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天良作命的人 天良作命的人啊 即便他不是这个格局 也会是我们一生病交的好朋友 好朋友 他刚好又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我决定以后要继续抱着他的大腿 可以介绍给我吗 好可以 而且他是帅哥 一百八十几公分 然后他的职业是医师 太好了 至于是谁我才不会告诉你 以上呢 两个格局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那不知道网友们就是有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也不要担心本命盘上面没有 如果你运线走到了 其实对你的帮助一样是存在的哦 是的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频道 然后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